魔法母亲黄俊威三两下变出元宝 送给里长恭贺欣喜 她接触摄纸无师自通 却靠自己揣摩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看看其他作品 花雕小鸭现身 造型可爱又讲究细节真实感 黄妈妈应用技能 还化身成教学达人 邀请邻里欢乐摄纸 她在教这个摄纸 我们都很认真地去洗 可是我老了 我都洗不起来 黄俊威女士也相当的辛苦 而且在我们一期里 也担任过检查志工 还有环保志工 包括一个新手队 所以对于弱氏团体 相当的很爱心 难道他本身对这个 抄纸这方面有相当的研究 所以目前也受到 有很多个里的聘请 当一个老师在教学生 热心公益担任志工服务居民 黄妈妈从不居公 她坦言已成邻居夫妻双亡 遗留身心障碍的女儿 不忍心放她独立成长 协助抚养从不间断 黄妈妈以善为本教养两个儿子 也都失业有成 目前还会帮别人带小孩 还会盛心照顾大家 当个温暖的社区妈妈 中央新闻国南红利小枫 永和报道